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我叫Zane 中国名字是拉丁 我来自叙利亚 我2010年来到中国 现在我在南京医学院读博士 我一来到中国就开始学 我们深信是用中文来学习 所以我们专业 都是要用中文来学习 谈起来中国的缘由 拉丁说 当时想去国外留学 自己第一个想到的国家 就是中国 在叙利亚对中国的影响 真的很深 包括我家人 有很多中国朋友 你们有自己的好看的文字 自己有很古老的文化 所以我们觉得很好奇 发展了太厉害了 国外留学 我第一个想法 就是想去中国 没有想别的国家 因为中国是非常好的国家 拉丁在求学期间 装供工业设计 他说手机 汽车等都离不开工业设计 这样可以帮助到自己的国家 而十多年的中国式生活 也让拉丁中文说得牛 中国菜炒得香 我们吃饭的东西 觉得一点都不习惯 就是一来第一年 两年 我 就是守不了 但是慢慢来 我现在 我现在不吃叙利亚菜 我就吃中国菜 真的 我现在去做中国菜 拱包鸡丁 坦素利基 这些蘑菇青菜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拉丁曾偷偷走进派出所 留下一封信 和部分现金向武汉捐款 我们经历过战争 所以我们能感受别人的痛苦 开始不相信 觉得这个是小事 但是在新闻 我们坐在家里看新闻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不是很开心 因为我们经历过战争 所以我们能感觉别人的痛苦 我们看到这个 我和家人商量 必须要做一个帮助中国 我准备赚款一些钱 或什么到武汉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赚款这些东西 所以我去最近的排出错 然后我就给他们写一个信 你们不是一个人在这个 虽然我们是外国 虽然我们在这里生活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你们一起抗击这个疫情 希望武汉快好 但是我做了这个就很快就走了 因为我很害羞 后面我继续做巨元者 在我们小区 疫情期间 他尝试拍视频 用中国和海外社交媒体 分享他在中国的看意见闻 其中一条视频播放量达九千多万 现在拍视频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先自己写准备 然后自己拍 自己剪辑什么的 2020年的疫情 我发了一个视频 你在中国生活会很方便 不管有没有疫情 有疫情的时候 你的东西还是能到你的家 所以我觉得中国 在中国生活 也中国人 中国政府做得非常好 这个视频好像有九千一百七十万 播放 然后我可能有三百万左右的赞 很多粉丝好奇他的家乡 拉丁也会用视频回答粉丝的提问 东京奥用会期间 他用视频向他的中国粉丝 介绍逊尼亚的参赛选手 很多人也问我在一个比赛 集中的比赛好像 有一个拳手他叫马拉瑟德 他的有更悲伤的故事 他的弟弟原来跟他一起锻炼 但是因为打仗的原因 他取势 所以他从叙利亚 能来到东京奥运会参加 然后拿第三名 对我们所有叙利亚人 是一个很 很 骄傲的地方 很开心 我觉得中国人很友好 都是告诉我 希望有和平 希望他能活得更好的 他们都告诉我们 要多听一些叙利亚的故事 然后我后面也开始 拍一些叙利亚的文化 拉丁用社交视频 架起了中外沟通的桥梁 对于未来 他希望和平 自己能够帮助到祖国 先提高自己 先 自己可以学习好 然后 在中国好好的发展 然后后面 可以帮助我自己的顾驾 对 和平生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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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